根据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俄方将美国的政策视为对本国安全和国际和平造成风险的主要源头 文件指出 俄方未将西方国家视为对手 希望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础上 逐步恢复同西方国家的合作 文件还指出 俄罗斯可动用军队击退并防止对本国或盟友的武器袭击 此外 针对开发 部署和使用生物毒素武器的疑似案件 特别是发生在邻国的疑似案件 俄方将展开调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直接把美国称为反俄路线的主要发起者和带路人 总体上 西方全面削弱俄罗斯的政策 被定性为新型的混合战争 他强调 俄罗斯没有被美国和欧洲孤立 他们应该看到 与俄罗斯对峙是没有远见的 此外 文件还指出 俄方计划同友好国家开展多边合作 以平衡某些国家所奉行的企图割裂亚太的政策 俄罗斯还会支持并提高上河组织 金庄国家 独联体和吉安组织在全球的地位 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刚领先文件 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上一次修订是在2016年 前面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根本 前面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下来 舍本来说家族被判断尔 俄罗斯外交政策构